音樂就像Skong那樣照亮大家的內心 我想這時候大家都很深刻的體會到 我們音樂其實跟公益詞都很結合 為我而歌為我而唱 讓大家像太陽一樣的溫暖 剛剛我們陳林私生演唱會就結束了 我就留下他們兩位學員 跟大家說一下 為何我們今天要辦這個I'm Fine這個演唱會 那我請你留下兩位學生 這兩位同學 當然也就把老師留下了 陳老師 我們Peter和Mabel 陳老師 這又說為什麼我們這次演唱會的題目叫I'm Fine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特殊的時期 其實每個企業、家庭、公司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但是我觉得生活应该是美好的 生活应该是趋向上 所以我们应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或者亲人 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现在 好好地活出一个好的样子 我想问一问两位学生 你们两位高竹 陈老师当然了 他唱歌的时候很好听 刚才最后一首歌 听到我耳朵都出来了 我想问陈老师教你们的技巧 唱歌技巧 今天这么专业的舞台 对你来说是否一个很好的体现场所 我们以前学唱歌就比较 今次卡拉OK地唱 但是当然跟着老师之后当然会 特别专业一点 特别专业 起码也会知道怎样发声 怎样技巧 是的 没错 我发觉陈老师的课室 就好像在一个大学上 一个很专业的音乐课程 唱歌除了你有声音之外 所以在这方面学习了很多很专业的所谓技巧 陈老师 我知道咱们还是讲国语吧 然后你觉得今天的同学们表现得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已经在新动力这里做了两场的云端音乐会 我这里呢是非常的感谢我们学生们的努力 我对他们的表现真的我觉得是 我非常自豪 我当然经常跟他们都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今天他们表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打分的话又打一百分 那我就问问两位同学了 就是说 咱们学校啊 都是经常参与好多社区其善活动 我记忆就是说 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陈老师也带领大家为武汉捐款 做了好多好事 然后呢 就说这么多的市善活动啊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令你难忘了 我印象记得呢 就是呢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呢 那主要呢 就是呢 为我们呢 中国四川西南方 异族的山区的孤儿筹款 那当时呢 大家都很支持 这个善款的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那在2016年的时候 Alberta那一次的 Fort McMurray的山火 老师也都带领我们 就是 以唱歌为出力 陈老师啊 就是说 跟同学们说 你带领他们做了好多慈善的活动啊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你觉得做这种活动呢 是不是给他们 就学音乐方面 会有更好的一个提升呢 就是本来学唱歌啊 他就提升他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那他用这样的歌声来表达 对这个慈善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互动的 因为我们就经常说是为爱而歌 为爱而唱 那我们如果呢 你在心里面多一分感动 多一分感恩的话 我觉得你的歌声也是感动的 也是动人的 其实他们有些同学的年龄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他们社会经历很丰富 除了我觉得唱歌以外呢 我很多东西呢也跟他们学 当然我每次这个 有做善事的话 我们都是 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 我觉得这一点 我特别敬佩 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很好的传统吧 就是说我们也准备帮那个乙航 做那个我们说的九九重阳 绵绵艺啊 乙航晚上九小时的一个马辣虫的进唱啊 也希望陈老师能帮领学生啊 一起来支持咱们这个乙航这个服务啊 当然当然支持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立马就已经通知了所有的学员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支持 包括现在做的这个Peter 他也是一康超过十年的义工 我们这次疫情 我觉得善做慈善呢 其实不光是捐钱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有一份爱心 每个人同学都捐了一份爱心 很多同学呢也把这份钱呢 现在我带着他们演唱 所以呢我觉得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事情 关注这个慈善活动 也帮助我们的弱势群体老年人 那我在二康做了十年呢 觉得就他们的管理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很严格的 可以这么说的 也都跟得很足够的 那我们负责那部分呢 就是属于活动组啦 活动组里面是负责是唱歌 唱给老人家听的 虽然他们有时必必 就是听到你唱什么 但是就是看他们的眼神 他知道你是唱歌是entertain他的 所以我们都很开心 那我们借此机会呢 今次二康做这个筹款呢 我们都希望除了二康二工之外呢 希望外面所有的朋友呢 都尽量支持因为 因为我们做多些战事第一 灰热油龟啦 第二呢 亦都是筹多些款 可以令到我们这个华人社区的那个 能够更多的 对啊 能够扩大多些呢 我呼吁大家呢 就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喜欢唱歌的朋友呢 更加要唱歌去支持新动力 还有仪康今次这个这么有意思的行动 对吧 所以说唱歌是好事来的啊 随着既语境 我呢 总可以语人 这种可以帮助人 真的非常好 今天呢 也恭喜那个陈老师这个音乐会 一如与网的一样成功 谢谢 好多人都会看啊 好多人在看啊 所以呢 我相信 您的声音呢 确实大家供应着非常好的 叫唱歌也非常成功 咱们要多多跟陈老师学习哦 包括大叔我啊 好 今天非常感谢 然后呢 我们在一汉的演唱会上 再见啊 再见同学们的表演啊 然后再看大家的 一起来共事参与 好啊